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复活期第七主日 生活中遇到挑战和困难时 你是否会向主耶稣祈祷 让今天5月12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奇迹开始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17章第11节至19节 耶稣说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 但他们仍在世界上 我却到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的名 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 使他们合而为一 正如我们一样 当我和他们同在时 我因你的名 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 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 没有丧亡一个 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 我在世上讲这话 是为叫他们的心 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话 授给了他们 世界却憎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将他们 从世界上撤去 只求你保护他们 脱免邪恶 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 求你以真理助胜他们 你的话就是真理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 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 我为他们助胜我自己 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助胜 感谢天主 对人表示爱的最好方式之一 是为他祈祷 福音中 耶稣即将面对自己的苦难和死亡 所以不能再培育 照顾 爱护门徒们 他担心门徒们的未来 因此 他祈求天父 保全那些父所赐给他的人 耶稣知道 门徒们从起初就属于天父 理所当然的 把他心爱的门徒 托付给天父是最好的办法 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挑战 例如父母和孩子 老师和学生 夫妻之间的烦恼 双方已经想尽了办法沟通 但问题仍然存在 甚至无法解决的时候 不要灰心 也不要以悲观的立场 预想事情的发展 在这时候 应该更努力祈祷 学习耶稣 把自己所爱的人 托付在天父手中 其实 在他们还未走入 我们的生活以前 原是属于天父的 而他们是父 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相信这一点 天父会以最大的慈爱 和智慧引导他们 我们的大责任 就是要不断地为他们祈祷 把自己的生活圣化 这样 他们总有一天 也会因真理而被祝圣 请品尝圣 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 你的话就是真理 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圣言 当你对人际关系感到无能为力时 祈祷吧 请用平常的心祈祷 不急不忙 给天主一点点时间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请你引导我们 在遇到困境时 不要气馁 相信祈祷的力量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 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